我覺得李靖蕾針對王力宏的目標是具體的啦 他就是要那個房子嘛 要錢 要房子 那... 可是他另外有報復的部分 那那個目標是不具體的 那個報復不是針對王力宏 是針對王力宏曾經身邊的女人 對對對 或者是李靖蕾認定的女生 認定 那雖然他不一定有證據 比如說Yumi今天也澄清嘛 說你那個WhatsApp那照片是假的 對不對 可是他就給你貼出來啊 然後你就再去吵啊 就是我的意思是說 事實上有一些蛛絲馬跡的東西 他沒有目的 他就是要讓你難受 讓所有會覺得... 這是難受 這個就是文婉講的說 你為什麼不放手啊 那個事情都過去了 就是讓所有心裡有鬼的女人都難受 會不會哪天報出來其實是我 其實他... 坦白講這個叫報仇啦 搞不好六十幾個在很擔心 他在恨啦 他在恨啦 那當然王力宏 因為跟他有婚姻關係嘛 所以具體他會拿到一些標的嘛 其他的... 法律上又不能證明 可是隱隱約約有... 通姦現在服罪 然後他就讓你不舒服啦 對 那因為你還在線上嘛 我說他們都還在演藝圈是線上的人 那你就會不舒服甚至會受傷 對 比如說... 你有一些代言會像這樣 已經受傷了 已經受傷大了 那這個就是傷人嘛 你知道吧 就是這樣 那你有的有婚姻嘛 那我覺得這個就是... 很壞的部分 所以我們不能夠都站在李靖遠這一邊啦 對 就剛剛說王友已經... 王力宏有賦予你 這個我們完全同情你嘛 那你得到你的標的嘛 王力宏認輸了嘛 嗯 可是... 其他那些女生 你沒有直接證據耶 你這樣... 就我剛剛說 其實很多網友已經覺得 你不能這樣 你不應該這樣 你正在糾纏 然後讓人家受傷 然後讓人家不懂怎麼辦 那... 好像你覺得這樣子 就是... 很爽 我不知道他的心情啦 總之我就感覺到他有... 一個是... 離婚的官司他要得到具體的目標 那另外一個就是他在報仇 我就要你們難受 我什麼都不要 但我要你難受 我就覺得有這樣 可是我覺得 輿論真的會殺人 那亮哥你真的仔細去看喔 Vivian她貼的三篇po文下面 你知道有多少人 就直接就是告訴他 而且你看Vivian第三篇 他貼了那張... 可是我發現... 貼了那張圖啊 你有沒有看到 就是黑色的那個... 黑白的海邊 對就比較溫暖的 就跟他講 我真的... 你是我的偶像 我希望不是真的 我發現第三篇... 第三篇支持的留言有變多喔